开始战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大达门大达三艘大合 对面是三艘门大达两艘大合 总体来说差不多 但是敌军的话雷达剑有两艘莫斯科 几方的驱逐舰 雷达只有一艘迪米特里 驱逐舰的话机灵导分阳炎 敌军的话两艘导分 总的来说这一把的分房 就雷达剑这一块方面来说 对于我们是相当的不利的 好的 那么B点的话可以确定是有滴滴了 这边的话定位显示 滴滴就是在我们的左斜 那我们导分现在雷还没有好 看一下 选择还是不经典 直接向C点进发 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 因为B点里面的话 我们摸进去 说不定敌军身后就是跟了一艘莫斯科 我们还是要浪费时间 再从B点里面跑出来 跟对面的导分这样卡点没意思 所以我们的导分直接选择了前往C点 好的 敌军的一艘导分已经是在A点亮点 瞬间就被打成残废 那么两艘导分都已经亮点 那就说明C点是肯定没有对面驱逐剑的 那么这边开启加速直接奔C点 好 大家注意 这边我们的无线电定位稍微偏了一下位置 说明对面的寻仰剑有想要占C点的意思 我们贴着这边的山险走 然后再甩一波雷 好 无线电定位又变换了一下 那么这里是 这边应该是定位到对面的最上了 那这里的话应该还有一艘对面的船 看一下 再甩一波雷 两波 好的 直接是进C点开始站点 因为我们这三波雷是直接将对面的这个缺口给分死了 如果说对面有想要从这个缺口进来的船 只不定就接我们一发雷 我们现在只需要注意从B点那边过来的滴滴就可以了 那么B点那边已经是确认了 肯定是有次导分在的 如果他过来的话 我们的定位会立马转到这个方向 其实A军现在个人觉得 导分点定位在你面对对面全是日趋的情况下 导分点定位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好的 这边看一下 敌军这一艘大拿 不过我们的雷射程貌似不太够 我们看一眼 这个雷射程貌似不太够 应该是到对面大拿的跟前就直接消了 并且这个大拿也不是满速 这波雷应该是接不了 好的 直接开始站点 那么同时注意着我们上方的定位显示 这个导分目前还是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不需要从这担心从这里过来 如果说我们是没有点无限的定位的 那么这一片区域都是我们要小心的 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对面导分从哪里过来 无限的定位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们对于战场局势判断的思考复杂性 好的 那么这边定位显示在这个方向 那么C点开始被占了 说明对面的导分是从这个为止定点的 好 那么不跟他过多纠缠 敌军的A点的导分已经是被打残废了 纵使他有莫斯科 A点的导分也是不怎么敢顶的 那么只要我们绕开C点的导分 基本上这个B点是应该绕回去能够妥妥拿下的 好的 近距离出现了一个最上 但是注意我们的定位不是在最上身上的 那说明对面的导分是在这个位置上 也不是在海王猫身上 也不是在最上身上 那导分就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盲目出来的最上 被我们点亮是直接被几方的大和一轮秒杀 这边先甩一波雷 继续朝血口甩雷 那么是预判的是敌军的战略舰 往这个位置走 但是敌军的大拿是直接转向了 那有点点烦 好的 在近距离之前 我们先占一轮海王猫的便宜 这边持续被点亮 说明对面的导分在这 对面的导分在这个位置上 离我们最近的目标已经显示为了海王猫 刚刚这个无限连定位稍微摆了一下 那么敌军的导分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点亮着我们 这几方大和这个烧的是 真壮观 好 无限连定位帮我们检视了敌军海王猫的位置 不过对面的 另外一艘导分 貌似摸过来了 这个有点小尴尬 对面这边两艘导分的话 我们的压力就会大很多 不过还好 无限连定位在手 完全不虚 我们能够知道对面的导分是从什么地方来亮我们的 好的 这边不选择茫然挺近 因为这边无限连定位 检视着对面海王猫 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的 海王猫直接选择拉烟 并且的话 这边鱼雷也亮了 可以稍微选择往前面走一丁点 开启加速 正前后发现鱼雷 又一波雷 好的 那么现在的无限连定位告诉我们正前方是没有滴滴的 那么也就不用担心是前方的突然亮个滴滴的情况了 对面的滴滴在这个位置上 要么就是对面的海王猫 几方的大河一轮盲烟直接盲死了 对面在烟里开活的海王猫 真的是作死 大概这个距离应该只有十几公里吧 十二十三公里居然在烟里开活洗 真的是作死 好 那么这边我们的定位显示的并不是藏王 说明对面藏王前面还是有头驱逐舰的 这边不选择直接往前顶拉 直接转向 继续往前顶 可能会瞬间亮一个对面的DP 这边在这个位置上 离我们非常的近 等自己身后的亨利40支援 敌对藏王投铁选择直接下敌 那么这边甩三波雷 然后直接从这个缺口跑路 由于对面的驱逐舰是在这个位置上的 所以对我们构不成显著的威胁 好的 一波密捷雷两波散雷 这个暂王的话是再见难逃了 如果他被我们这波鱼雷逼着转向 几方的亨利40支一轮AP就能直接带他走 但如果不转向的话 那就是妥妥的接雷 这个雷面的话基本上是没得躲的 差不多是这一刻 兄弟来一发呗 漂亮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到了A点 这边看一下 敌军的导分是将我们的迪米特迪给雷死了 那么唯一的我们的唯一的雷达舰死了 有点小尴尬 不过问题不大 我们这边的定位是定到了对面的导分 导分好像还是在烟里附近 没有选择往我们的战略舰方向那边拐 那么几方的机灵应该是抓不到他 看一下我们的导分怎么选择 这边选择不去管的导分 对面的导分是直接往他们家门纳纳方向拖了 这边定位可以看一下 直接往他们的门纳纳方向拖了 那么我们不去管他 直接拐回去 敌军的两艘弹拿和莫斯科在此集结 对面的导分没有选择走 直接选择想要从这个缺口跑路 那你这个位置上面是直接作死了 好 这里选择要撞一下山 别出去 这边有莫斯科 外面有莫斯科在 好了 几方的大河一轮拍死对面导分 可以 那么从这里出去的话 很有可能是要被对面的莫斯科给亮到的 7公里的大拿 好 9.3公里莫斯科 这个莫斯科马上应该要开雷达了 我们这边 雷是选择了甩这个7公里的大拿 不过这个7公里的大拿貌似是会直接外切的 哎呀 这个一个小失误啊 我们直接进点了啊 进点的话对面莫斯科肯定知道你在点点啊 马上雷达一个雷达开出来 果然直接被点亮 好 同时对面的莫斯科附近瞬间起烟啊 那这样的话 对面的滴滴也是在附近啊 这个很尴尬 敌军的门大拿是被莫斯科的这一波雷达警觉 但是 哎 这波鱼雷 两三颗是骑马的吧 切的比较及时啊 那就接三颗 船尾过去一颗 船头在这一颗 好的 三颗啊 直接是半血 好的 莫斯科雷达时间结束 嗯 如果说我们刚刚啊 在这里能够杀住的话啊 不去不去进这个点啊 莫斯科雷达没有开出来 对面门大拿没有警觉 那这一波雷对面的大拿 可能是直接给秒了啊 这也是一个 打去出小细节啊 不要随便进点啊 尤其是雷达现在对面旁边的时候啊 当然 刚刚出来直接遇见两艘大拿 加一艘莫斯科我们的导分 如果能够同时思考到这么多事情 也是比较不容易的 好 对面一艘大拿是直接逼的转向啊 对面三艘大拿都是健在啊 但是敌军的主力部队 两艘大和是还在C点那边卖门啊 不过我们这边的C点这艘大拿 应该是要扛不住了 情况其实还不容乐观 对面已经是800多分啊 我们是指比对面多一艘滴滴的优势 啊 这里的定位显示敌军的莫斯科在烟里面没有走啊 或者说敌军的驱逐舰还在烟附近游荡 好的啊 定位稍微偏了一下啊 敌军的驱逐舰是在这附近 哎 这个位置是直接是莫斯科的位置 那么两个可能啊 对面的驱逐舰跟着莫斯科走 或者说啊 莫斯科是单独选择往下跑啊 那么这边的话 莫斯科雷达应该已经快好了 甩波雷赶紧跑路 好 莫斯科直接选择外切啊 那么我们导致选择不去雷达了啊 直接啊 把雷甩给了这边的大拿 好 三波雷起甩 这里控制一下啊 自己的 控制一下自己的手啊 别再近点了 这个近点 莫斯科等会又一个雷达出来 还是选择要近点吗 兄弟莫斯科雷达要好了 这个距离上面是妥妥的点亮 三艘大拿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波雷 这个雷面对于敌军的战略舰走位来说是非常的尴尬的啊 这边的大拿最起码接个三颗啊 然后这边的这大拿应该是要接一颗 好的啊 这边大拿直接是四颗啊 GG 瞬间残玄啊 这里的大拿两颗 诶 什么情况 哦 对面这个导分 瞎鸡巴走位啊 瞎鸡巴走位直接被我们的缘分雷给雷死了 我的天啊 这个应该是转不过来啊 看一下啊 直接给雷撑两半了啊 看到吗 就因为一颗雷直接给雷撑两半了 从中间断开了 我的天啊 好吧 来我们来切回主视角 好了啊 那么这一波雷的话 基本上将对面的阵型完全打乱 顺带消走了对面的仅剩的一艘捣风啊 那么局势再次翻转 敌军的莫斯科依然是能够雷打点到我们啊 不过问题不大啊 这个距离上面我们是可以直接外歇走的 这边不太敢甩雷啊 兄弟 这个甩雷很有可能把自家大拿给打进去 好吧 大拿是直接被秒杀 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两波雷 最后一波要不要留 保险起见还是留着啊 因为对面的两艘大盒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啊 这边再次被雷打点亮 不过问题不大啊 开两轮炮啊 朝莫斯科开两 朝门娜娜开两轮炮 然后直接进山就好 最后一波雷也是甩出去了 那么 这个九公里亮的大盒就有点小尴尬了 这个我们手上没有雷在 没有雷在手上 那么先看一下这一波雷有没有机会 前面这一波应该有机会啊 好 一颗 两颗 好的漂亮 两颗雷直接带走对面的大拿 好 大河的水战已经是贴在脸上了 那么这个位置 很尴尬啊 很尴尬 手上没有雷啊 这对面大河直接一波充分的话 我们就 呃 这边雷 这边烟是不能拉的啊 因为 对面大河直接一波充分啊 是 呃 可以直接冲烟啊 对面我们三波雷全甩掉了 诶 我们这一波雷难道有机会 看一下 五 两颗漂亮 三万二对莫斯科直接残了 啊 这个就是属于接的好啊 接的好 好了 几方的大河再一轮直接带走莫斯科 我们的雷还有十秒钟装填完成啊 这下不虚了啊 直接 开启 眼目开始洗大河啊 对面的大河从我们脸直接 啊 散播雷 护脸 好 分数是882对726 可以看到我们依旧没有占据绝对性的优势 这边其实最佳的 选择是直接占B点啊 但是啊 我们的导坟啊 还想着 搞点啊 在想 有点坏心眼啊 不想沾点啊 他想回头 他想回头把对面的大河给摁了 啊 这个出烟是很冒险的行为 如果对面大河已经是转好拖到的位置 那么 我们这个导坟出烟就是直接被对面大河两轮带走的节奏 来我们看一下对面大河蠢不蠢 哦 对面大河是蠢的 对面大河直接选择了冲烟 好的 那你死定了啊 啊 这个距离上面 以导坟的航速 对面大河完全来不及转向啊 这边保险起见 三波雷全摔 一波 再一波 爽 王八克雷直接带走 对面大河啊 炮他转不过来 最后一门炮都没拉底解开 好吧 啊 现在我们的伤害也是直接飙消了三十万啊 在 啊 使用 无限的定位反制对面滴滴和雷达剑的啊 精巧技术的同时啊 运气也是占了一定成分的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的话 在美滋滋的站个点 我们的三点 都已经开始战了 对面的分数也是啊 已经停止上涨 啊 时间还有两分半钟啊 即使这个大河不死 也是完全可以赢的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